天充不太行 皮质不太行 人体工程学不太行 今天我们试驾的是非凡F7 我觉得这台车是非凡品牌 至今为止最漂亮的一款车 但有很多人说 这个车的前脸长得有点像未来 我仔细看了一下 灯的布局和散热孔的布局 确实有那么一点像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抄谁 但是人家还是做了一些细节的区别 比如说发光的额标 还有他们叫做非凡与光 反正就是看日渐行车灯 这里做了一些像羽毛一样的装饰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外观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任何一台长得好看的汽车 它的风阻系数一般是比较优秀 比如说我们这台非凡F7 风阻是0.206 说一两个参照物给你们感受一下 宝马5系是0.22 奔驰一级是0.23 所以风阻是很低的 所以能感觉到整台车的线条 它是很流畅的 是很流线型的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的 比如这台车 四门都是无框车门 这个就很讲究了 有点叫跑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台车应该是选装东西了 也是一个电信门高级 其实看这个车的侧面比例 我觉得还是能找到一些纯电车的端倪的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L113是相对比较短的 这个车的侧面就让我想起来比较低海豹 而且比例很像 反正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纯电车的这种轮子的布局 所以说前半段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后半段看起来 确实有这个豪华轿炮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台车 它是一个顶配的性能Pro版 也就意味着是个四驱的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就给了你一个20英寸的轮圈 大家看一下这个轮毂 它们叫做超跑铝合金轮毂 啥意思呢 反正我就觉得像法拉利 或者是AMG的那种五星轮毂的感觉 样式还可以 然而再看这个轮胎 配的是一个米其林的PS EV胎 然后扁平比是25540 前后是一样的 这个轮胎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性能 或者叫抓地力的 好吗 第二个里面还有一个四活塞的 Brembo的制动卡钱 这一套轮毂看上去还是很饱满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买的是后驱版的车型 你要选装轮毂一个是要加钱 第二个你的续航里程会缩短 为什么呢 因为电动车对于轮胎的尺寸 胎压又比较敏感的要求了 所以看你怎么权衡了 而且刚才我们试驾的时候 也发现这个车的胎噪是不小的 我觉得和PS EV的轮胎也是有关系的 非凡F7的车尾 首先你看这里有一个发光的R标 红色的 把贯穿尾灯给它分割开了 和车头发光的标做呼应 然后要说一个我最喜欢的点 就是这个仙卑尾门 打开大家感受一下开度 多好的卡 这么大的开度之后 你放一些高的东西 大的东西就方便很多 所以后备箱的利用的空间 或者容积 我觉得比那些未来T7 或者小朋友好很多 但是我们说它开口大 能放进更高的东西对吧 这个没毛病 但是你看一下 我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 这个角度就有点不隆了关了 这鞋在这里啥意思呢 我这个长的东西 它也塞不进去了是个道理吧 反正有点诡异 词 presentation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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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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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